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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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想到我一进组啊 第一场戏就是在沙漠 那天风沙特别的大 我就在那一直吃土 还好没有人拍到 不然以为迪丽热巴又在历史或人设了 我就连沙子都不放过 我再来个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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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林小浩又得写 震惊 女明星果然不是真吃 很好啊 很好 后来那场戏大家都说 啊 乔晶晶和于途说的话都好甜啊 只有我知道 在这种环境谈恋爱 一个词形容就是 风 土 人情 一首歌形容就是 你吃风儿 我吃沙 你是我的人要播出的时候呢 腾讯视频都崩了好几次 嗯 当时还影响到了脱口秀大会的播放量 这次 我来当面给你们道个歉啊 呃 你看我这不是把带走的热度又给你们带回来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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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剧里呢 老眼主动追求别人的女生 但是在现实中 对男生还真不是这样 我怕我一说 你好啊 对方说 我愿意 而且 谢谢大家 还没结束 电视剧的评论我也会看啊 有人说话真的很不中听 一直都在发 哎 别搞这种荧幕CP了 有本事你真结婚啊 我说真人管你也太宽了吧 一看头像 是我妈 她现在给我打电话 总是跟我说 你快三十了 再大就没人要了 我说 嗯 妈 迪丽热巴怎么会没人要呢 我妈说 你再不结婚 妈妈就不要你了 我说 嗯 妈妈怎么可能呢 哪个妈妈不想要一个迪丽热巴呢 我妈还跟我说 你别光顾着工作 不然挣了钱 你也一个人花 没人管你 身边连个半嘴的人都没有 我说 妈妈 单身没你想的那么好 我妈就问我理想型啊 很简单 就是帅 高 体贴 会做饭 时不时还给我点小惊喜 我妈说 女儿 对象没你想的那么好 我说 妈怎么感觉你不是成心在催婚啊 两个人相处很难的 我妈说 哎 这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而话是这么说 但是段总 你们公司怎么就那么多没过来的呢 我觉得如果我结婚一定是因为值得 你看剧里那些值得的人 我全都解了个遍 现在回想啊 其实这一路还是挺感慨的 作为明星呢 还是要谨言盛行的 有一次接受采访问我 怎么保持身材的 我说 报影报时呗 结果 说我凡尔赛 我这哪凡尔赛了 我这是开玩笑啊 只不过不好笑罢了 所以 我现在说话可小心了 可是我真的好想开玩笑啊 我现在只能收工了 自己躲在墙角偷偷地开玩笑 我说 啥 你说啥 迪迪热巴怎么那么甜 因为我们那周夜温差大 好好好 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 这个可以随便开玩笑的舞台 但是不开玩笑地说 我们演员真的很幸福 可以演航天员 运动员 警察 这些英雄可以体验到他们的生活 但只有他们才知道其中真正的艰辛 你们才是我们的荣耀 谢谢大家 我是迪丽热巴 好棒喔 谢谢迪丽热巴 我们感觉他也有一种 就是可惜长个嘴的那种趋势 早没有发现你啊 真的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都可笑 他上台之前我还挺紧张的 说得好好啊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明年也来参加吧 好不好 好 好 来看 第三个字已经填满了 我们就要开启第三波彩蛋了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杨敏 与琪呢说得很对 但是我从来就不是一线女艺人 我也不是什么女老板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美女 乘风破浪的姐姐今年真是特别火 也找过我 我说我不去 她们说你来 我说我不去 她们说你来吧 我说我真不能去 她们说你一定得来 我说那这样 我给你们唱首歌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他们说行 你别来了 我呢是真的不敢去 因为我觉得呀我没有底子 唱歌也不行 跳舞也不行 这样怎么可能能赢呢 后来发现 能赢 也赢了 我在 当然这些啊都不是我真正不去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啊 我觉得 就大家看那个节目呀 都是想看姐姐们互相薅头发 然后呢 我就想到我这个情况 我想我这个发际线也坚持不了几期吧 所以你看人家雨琪啊 现在人越来越火 身材越来越好 就是脑门好像有点越来越亮哈 没使劲哈 没使劲哈 没好没好没好 肯定没好 反正咱们正片里没看见 所以啊其实演艺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就是简单的勾心斗角 没有啦 不是 那我们都是好朋友 就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大家各干各的 有些人呢想挑事 就说你看迪丽若巴那么火 你担不担心 我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他是我们家的艺人 他好 公司更好 这个问题呢就相当于你问李蛋 你说王敏现在这么火 你担不担心比自己火 他担心吗 他担心 刚才在后台我碰到李蛋了 我说最近忙啥呢 他说哎呀姐别提了 学吉他呢 真的大家平时啊都是好朋友 平时呢也会互相问候 互相关心 这不疫情吗 我的工作也停了 我就赶紧打电话 给我娱乐圈的好朋友们 我说最近忙啥呢 你也没什么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接耿怼人 开心了连自己都怼 很多人都说我是去游高手 那也主要是因为呢 我去游的那几位呢 跟我关系也都非常好 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真的生气 你看不熟的人呢 我就不敢说 比如我就不敢说 王勉 你就是讲的不够 吉他来凑 我也不敢说 朱一旦 你不是真的有钱 我更不敢说 毛不易 毛不易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那咱们就说说毛不易吧 我呢是明日之子第一季的导师 毛不易是那一季的冠军 是最厉害的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明日之子已经办了四季了 结果毛不易还是最厉害的 毛不易 你可真是厉害呀 你看 我什么都敢说吧 邓丽姐 年底压力大 加油啊 今年火的呢 还有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 李雪芹 喜欢 太聪明了 别人在攻击男性 只有她在消费男性 开始是吴亦凡 现在是王建国 太惨了 消费水平直线下降 你看我们杨丽在这方面 就有点吃亏了 我觉得大家误会了 她攻击男性的初衷 你们想想啊 小时候那些男孩子 为什么喜欢揪女孩的辫子呢 是因为喜欢呀 所以啊 杨丽也是因为喜欢 才攻击男生的 只不过我觉得 策略有点不对 有点幼稚 估计在场的人里 她只能吸引到中美美 先来救救我 我觉得 现在男女对立的情绪太强了 男女平等就好 有时候你会觉得 没有必要去硬碰硬 咱们有事好好沟通 有时候呢也可以用一用 自己的性别优势 哭一哭也没啥 所以男孩子们 哭一哭没啥 我们会让着你们的 你想象一下 哪天王建国 要是真哭了 你是不是想满足 他的所有的要求呀 行行行 今年让你当冠军 其实2020是我哭的最多的一年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 还有疫情 其实我挺爱哭的 我是一个哭点非常奇怪的人 我看愤怒的小鸟会哭 我看无敌破坏王也会哭 看小时代也哭 当然 看小时代哭很正常 李承如老师看小时代 也哭 其实呢除了难过以外 更多的时候 我是觉得感动 大家很燃 很热血 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团结 2020就像一场很艰难的游戏 有人负责冲锋陷阵 有人负责辅助补血 有人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兵 但是最终我们都会取得胜利的 稳住 我们能赢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 我这个人啊 其实平时就是一个非常喜欢 看脱口秀的人 国内外的比赛我都爱看 我特别喜欢直接的表达 就是 比如今天 如果我觉得这场不好笑 我就会告诉人家 一个人有什么不足 你不告诉他 那你不就是害人家吗 你说人家这手机做的 他就明明做不了手机 你还非鼓励他说你能做 结果现在连飞机都费劲了吧 说我呢 说我呢 我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说的是我 李旦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很红的 不敢不敢 起范儿了 不不不 心想呀 这有几个男人敢在我面前起范儿啊 蛋哥呢 是在我面前特别老实的 都不敢大声说话 姐 帮忙念个广告呗 我说我为什么要念广告呢 我说我又不缺钱 他说但是我们缺呀 而且中国也缺好羊奶啊 什么是好羊奶呢 他说蓝河绵羊奶啊 全羊乳配方 好羊出好奶 好奶选蓝河 我说蛋哥 你真是变了 他说对 我是变了 但是好羊奶 永远不会变哦 今天我听说就是来了很多脱口球的演员 他们在之前备赛的时候非常的紧张 对待比赛也非常的消极 觉得喜剧是不可以拿来比较的 为什么不能比 能比 李淡 就是不如周星驰 我觉得能比已经很荣幸了 比赛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现在就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 对吧 对 成风破浪的姐姐们那个节目 就那个节目啊 风浪很大的 然后我们那个团呢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团 跳舞从来没跳棋过 就舞蹈老师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说 哎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谁练不好 谁都不准回家 然后八个小时过去了 老师看着我说 雨琪啊 你努力一点 老师真的很想回家 所以老师 对 舞可以乱跳 画不可以乱讲哦 这个舞台我是觉得 还是非常能够激发人的斗志的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 但是我一上那个舞台 我野心就来了 我就特别特别想要赢 而且我就特别喜欢站在C位 终于有一回 这导演就跟我说 雨琪你今天可以站在C位了 但是ENDING的时候呢 你得跪着 哎 我就说 没问题啊 然后就看到旁边的人全都是 咔 腿一下到不这儿 啪 手一下举到这儿 然后我就 就哐当跪在那儿 就好像对全世界在道歉 对不起 姐是C位 所以我就是很羡慕你们这个比赛 你们这个比赛 你们这个比赛根本就不用争C位 你们台上就一位 我是觉得这个幽默呀 还是很需要这个人的内心强大去支撑的 你看这些选手往这儿一坐 看看啊 都还没观众好看 你再往那边一看 两位导师 李淡 罗永浩 对吧 你这儿就明白了 好看的是观众 普通的是选手 丑的是导师 然而呢 我一会儿还要和他们坐在一块呢 真幽默 这个幽默呀 还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态的 所以我现在心态比较好 现在谈起我的感情呢 我的状态都是比较open的啊 外国的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 说你这没什么 你这不离三次婚都不能进好莱坞 我和他们聊完之后 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婚姻了 我现在比较担心好莱坞 我更担心 我很快就能进好莱坞了 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恋爱呢 是不能看外表的 大家要看什么 这个那个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灵魂 就我这个外表呢 就是被我的灵魂给拖累了 我看男人的眼光不是很好 男人看我的眼光更不好 有人跟我说 你的灵魂很丰满呀 我说哥哥 你确定看的是灵魂吗 说回正事儿 咱们今天是来比赛的啊 大家呢 我觉得就是别紧张各位啊 大家都不要害怕比赛 因为呢 其实比赛就不要怕输 就像我在那个节目一样 我就全力以赴 你尽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因为输就输呗 我的本职工作也不是唱歌跳舞的 所以如果你们在脱口秀的比赛上 输了 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各位选手们 造起来吧 谢谢大家 我是张雨琪 哎呀 场上坐在雨琪姐后面的这些男选手们 根本就没有听她说什么 完全就没有听她说什么 谢谢雨琪姐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乘风破浪的黄胜衣 大家都看乘风破浪了吗 骂我 骂我了吗 虚伪 虚伪的人 每期节目播出都有很多网友骂我 骂得我都想哭啊 但我又不敢哭 怕他们说我假哭 我在那个节目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具体是什么事呢 你们可能都忘了 我今天就来帮大家回忆一下 我先是穿了一条很夸张的长裙 然后别人给我提鞋子 给我拿牛奶 我都忘了说谢谢 今天我要在这说一声 对不起 昨天我对你爱搭不理 今天我向你说对不起 有人问我后悔吗 不后悔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选择了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会不会穿那条裙子 我还是会穿 但是我会自己拿牛奶 刚才你们工作人员还要给我拿牛奶 我说拿什么牛奶啊 你们这不是有全氧乳配方的蓝河绵羊奶吗 好羊奶 选蓝河 我都知道 那我自己去拿啊 人生就是会有很多选择 而婚姻就是一个很大的选择 我第一次见到我老公啊 也没想到会选择他 因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嚣张 很爱写外 当时他给我递的第一张名片 我以为上面会写着什么集团的董事长 没想到只有四个字 霸道总裁 霸字还写错了 后来慢慢发现他根本不是什么霸道总裁 他就是个铁憨憨 他送礼物的标准也很简单 就看有没有伸直空间 我让他买花啊 他说 别买 明天就卸了 又买就买这个古董花瓶 这个上面有雕花 不光不会卸还会伸直 当时我就记住了这几个关键词 这个花瓶会伸直 诶 好像是在说我 后来发现这个铁憨憨还挺细腻的 有段时间我在横店拍戏啊 他每天会开三个小时的车从上海到横店 然后再开三个小时回上海 我说 你没有工作吗 你这样成本也太高了 然后 他想了一下 就代资进组了 顺利地当上了演员 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 最长情的陪伴 是代资陪伴 我觉得挺好笑的呀 其实我很崇拜我老公 他真的不是网上描述的那种没有文化的土豪 他是一个有深度有生活有知识的人 永远能给我展现意想不到的一面 比方说他凭多年的收藏经验 成为了故宫国务院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 就是那种不用再职的研究员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不再职都能做研究 这要是再职了 那还得了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结婚 结呀 怕什么 结了你就知道 婚姻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 就是要相互信任 发现对方的闪光点 同时自己不断地前进 赢得对方的尊重 这就是我为什么嫁给霸道总裁 还要出来工作 为什么被骂还要出来乘风破浪 因为只有在外面乘风破浪 才能在家里稳稳当当 谢谢大家 我是稳稳当当的黄胜一 稳高 太稳高 请坐 再次谢谢黄胜一 谢谢 谢谢罗老师 刚刚那首歌呢 是黄胜一的同名歌曲 这歌就叫黄胜一 是怎么想的呢 我当时就是想 出这首歌是回应一下 关于我的真意啊 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就变成了一个真意啊 回应得完吗最近争议 真意放弃了 放弃了 但我刚刚看你聊到婚姻还是很甜蜜的 对 这个我们结婚吧 这个天真是没有什么 没有吧 没有什么婚姻 但是有很多处理别人的婚姻的经验 自己结婚的经验和离婚的经验都没有 但是写过不少离婚声明 也谈过一些离婚协议 就是这些事吧 罗老师 在自己的演讲里 多次不经意的流露出自己有一段 非常幸福美满的婚姻 还可以 有什么可以传授给晚辈的吗 听话 或者做听话状 这两个同样重要 对 那罗老师在事业上的事您爱人操心吗 他其实听不太懂 他也不操心 然后我也很少回家去说 就知道公司快破产了 他从新闻才知道 就之前一直假装运营得非常好 这个也挺好 都是可以在新闻中了解彼此的 了解家庭财务状况 好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 哎你怎么不聊下你自己啊 啊 你自己呢 啊 我呢就是做做听话状做无知状是吧 做无知状啊 我们马上啊开始 我们这一场 转移话题 哈哈哈哈 主题字啊 哈哈 我们先跟这个新来的李少元朋友咨询一下 这个拍灯有没有什么标准 标准就是让我笑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笑点特别高的人 是吗 对所以我觉得让我笑就是一个对我来讲啊 直观感受 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我想要那种心理笑声 不想要那种生理笑声 就生理生理笑声 就像那个你那个就是挠你痒痒 你就必然会笑 就那个太技巧了就不好玩 就我想要的是那种就是因为他本人 这个人散发的魅力好笑 那我就会拍灯 啊懂 我老师 我老师 咱们俩都是专业的不用说了 对我们都是专业的不用说了 好那我们大家啊 一定要打起精神 因为我们要认真听啊 我们这第一位选手呢 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认真听的啊 因为你们不认不认真听 可能听不懂他说什么 让我们欢迎第一位演员老天 我呢 我们是一个汽车工作师 他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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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期待老天呢 因为我不知道老天会给我们什么惊喜 全部是现挂的东西 效果也很好 所以真的很难判断 但是我真是不知道观众能不能听明白 他的口音太重了 双刃剑吧 初菜超水瓶滑回来的一场 给我第一打的话也打一把六十分 好 宝宝们你们好吗 好 自己一个人 没有别的姐姐跟我争舞台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大家好我是张萌萌萌子 很高兴来到脱口秀大会 各位 我已经是第三个 来到我们脱口秀大会节目的姐姐了 之前呢 有雨琪还有盛伊对吧 你说就你们这个请嘉宾的节奏啊 很容易让观众产生误会 我们那边拼命的乘风破浪 就好像是为了上你们这个节目似的 是的 是的 反正前两个姐姐我不知道啊 是 但我是真的很想来这个节目 谢谢丹总 哎 谢谢 谢谢制片 谢谢制片 乘风破浪的姐姐邀请我的时候呀 他们就说 说这个节目啊 需要找一些已成名的艺人来参加女团 当时我一听 已成名 我内心真是毫无波澜 云淡风轻的就去了 你们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呢 应该能感受到 我呢 总爱跟人打交道 碰到个姐姐就说 哎呀亲爱的 我有个戏要找你啊 宝宝 我有个角色很适合你哦 我现在呢 有网友替我数了一下 我已经欠出去 差不多一百多个角色了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制片人 我去这个节目呢 也不是为了成团 就是为了出关系去的 毕竟啊 多个姐姐 多条路 对吧 杨天真姐姐 节目播出之后啊 姐姐们越来越火了 很多姐姐啊 都出去接一些活啊 唯独一个姐姐 从来没有离开过长沙 没有回过家 没有出去 接过一个商务 这个人练得非常狠 他就是宁静姐 静姐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商务 蓝河绵羊奶 他们公司新推出了满足全家营养需求的成人奶粉 有了蓝河绵羊奶 即使你一直待在长沙 你全家人的营养也能跟上 surprise 没想到吧 静姐 你不接商务 商务也能来找你哦 你们可能会觉得啊 我们这么多姐姐在一起 平时肯定会有很多摩擦 扯头花什么的 其实并没有 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好 我们平时啊 同吃同睡 24小时都在一起 关系怎么可能出不好 再说了 到处都是摄像机 你去 你也能处得好 我这个人吧 做习时间跟别的姐姐有点不一样 我事情比较多 起得呢特别早 大家都害怕跟我睡在一屋 怕被我吵醒 有一次黄胜英呢 就跟我分到了一个房间 她就悄悄地给孟佳打电话说 佳佳 妈妈问你件事情啊 你可不可以跟孟姐睡个房间 跟我换一下好不好 这事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她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 是凌晨三点 我刚起床 但姐姐们啊都非常的聪明 私底下特别跟我聊天 总跟我说 孟姐啊 以后有什么戏啊 可以找我啊 我也可以演戏啊 然后等到选组员的时候 我数了数 我一共站起来六次 没有一个人选我 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敢跟我 四目对视 后来我去问他们啊 我说你们都不选我 到底是因为我实力差 还是人气差 他们认真地想了想说 为什么不能都差 没有啦 其实我们姐姐们之间呢 还是有真友谊的 他们对我真的很好 尤其是在我淘汰之后 我感觉那一刻啊 他们都成为了我的真姐妹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他们为我感到伤心 以及为他们自己感到开心 但我无所谓啊 我要的又不是成团 我要的是姐姐们的爱 很难相信 听说啊 你们这个比赛也挺残酷的 今天只有三个人能晋级 我能告诉你们的呢 就是不要害怕淘汰 比赛就会有得有失 有时候 你获得了失败 马上就能收获友情 姐住你们今晚 都收获满满的友情 谢谢大家 我是张萌 我的天哪 其实挺好 节奏很好的 感觉丢在阴阳专专 再次欢迎张萌 谢谢大家 谢谢丹总 谢谢丹总 哈喽 刚刚的表演真的是真情实义 对 全都感受到了 你说要是成功破浪姐姐们 一块开拓大会 得躲火啊 对 互相吐槽 你先别说话 还没介绍你了 我的天啊 大家好 我是金晨 是不是得这样 第一次说脱口秀 特别地紧张 因为我从小练舞 练得我能歌善舞 不会说话 在台上的原则就是 能动手就不抄话 我一抄抄呢 就容易说错话 像今天这么多人看着 就更难了 都在屋里了 前两天我确实和李诞 在一个活动上碰见了 他看见我就晃晃悠悠的走过来 哎呀 你本人比电视上好看啊 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你是怎么保养的 你这个 我说行了 讲脱口秀有空 你起来吧 今年我主要都在演戏和跳舞上 今年我主要都在演戏和跳舞上 感觉就是累 脱口秀跨年呢 是今年干的最轻松的活了 我在舞蹈节目上面 又是排练 世音灯光舞美 得排个三天三夜 脱口秀排练 就三秒 喂喂喂 哎能出声 我之所以让自己这么累呢 是因为我有两年没拍戏 在家隔离 那时候还没疫情呢 后来终于有机会演戏了 我爸妈为了让我恢复自信 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就说 看到别的女演员 哎呀 这反派可不能这么演啊 得得向咱们女儿多学习学习 大西你说应该怎么演 我当时就炸了 我说能不能让我好好看会电视 我妈说 对喽 反派就得演出这种 要打亲妈的感觉 拍戏对我来说难度还挺大的 你们别看我脸小 我脑子也小 记不住词 超过两行就是添输了 只有一次 六行的词我全剩下来了 导演带所有人鼓掌 我说我都没想到 导演说我也没想到 摄像说我这谁能想到的 我都没开机呢 现在我满脑子里都是工作 只想搞事业 不想搞感情 所以恋爱节目邀请我的时候呢 我很犹豫 最后一咬牙一跺脚 只要能工作 不就是谈恋爱吗 没问题 况且也不是坏处 谈成了 上情侣综艺 谈不成 参加下一季 怎么着都能再接个活 好啊 上完节目呢 网友还说我 约会有技巧 遇见不喜欢的嘉宾 就不顾心向的大口吃东西 遇见心动的呢 就装淑女小口吃 哎呀 看完他们的分析我就乐了 哎呀 区区几个男人 还能耽误我吃饭了 其实很简单 大口吃是因为我嘴馋 小口吃是因为菜喉咸 你以为这是什么约会技巧 其实是我胃口太好 其实我挺烦上热搜的 因为一上热搜吧 就造谣有新恋情 我有时候就是想吃个饭 他们就说 金城和一男子见面 二人共进晚餐 第二天经纪人就问我 为啥深夜和一个男子见面 我说因为我馋了呀 馋饭啦 我就是说话不过脑子 很多人觉得我有社交牛叉症 其实我去人多的地方 我还是挺怯的 但是想着来都来了 也不能尴尬着呀 比如饭局上 旁边坐这个我不认识的人 我就会说 哎 我跟你说个事 这怎么做到的 这怎么做到的 我的天 这是一发技 气氛瞬间破冰 他说你干嘛呀 我 我吃饱了撑的 我的粉丝都说 我挺好一女的 可惜长了张嘴 我就是老说错话 我也没办法 大跨年的 我也想像别人那样 跟你们说两句祝福的话 就在屋里了 嗯 谢谢大家 我是金城 我吹嘴 你啥啊 她真的好漂亮 我应该穿她这 trick 我最喜欢看得见幸福快乐 我现在在你身边 大家好 我是小爽 很高兴看到你们哈 今天是半决赛 然后今天的主题叫做 请别遗憾离场 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挺适合我的 因为我性格很直爽嘛 有什么说什么 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有人管我说话叫做爽言爽语 就是我说了自己很爽 你们很无语 其实作为一个艺人 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 因为有经纪人拦着嘛 那我因为没有团队 所以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整个所有的行程和所有的活动 都是我自己来做对接 所以我在我自己团队中的角色呢 是郑爽的经纪人 郑爽的助理 郑爽的宣发 以及郑爽本人 其实有的时候 录节目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安排 然后我就是跟导演组说 我说你们能不能对小爽好一点 你再这样子的话 我可带人走了 小爽走 我们回家 别呀别呀 多不好呀 我得在这看着录节目呀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分裂 还真是哈 但是我还是不想请经纪人 因为经纪人太贵了 就去年自称一个 我经纪人的 他其实就是一跑腿的 他跟了我一段时间 一大笔钱就没了 所以 真的经纪人很挣钱 要不是实在干不下去了 也不会去卖大麻女装呀 不要让他笑 天真姐 我真的是特别想支持你 但是我 穿不了大麻女装 别说是我 我团队都穿不了 你看我这人又爽言爽语了 常态常态啊 前段时间啊 有个男的 因为那么点事情上了热搜 我就去他前女友的微博留言了 我就说 你的九年我心疼 你的文字还爱他 结果网友 对我进行了一顿嘲讽 说我不合时宜 说我情商低 还草率 我就想我哪儿草率了呀 我这 想了一个小时才想出来的 我真的 我的文字我心疼 你的嘲讽我不听 现在啊 我爸就怕我说错话 老盯着我的微博 他经常训误我 就说 你知不知道你乱发微博 会对我们的家庭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你有一千多万粉丝不怕 我呢 96万粉丝都被掉霉了 你看我爸呀 真的是比我还想红 他经常以爽霸的身份 出现在各种话题中 前段时间 我发了一个放弃人设的微博 又上热搜了 然后我爸就坐在我床边 跟我说 你可以放弃你的人设 但我不能放弃我的人设 答应我 我永远 是你爸 真的 我今天这段脱口秀 可能又得上几个热搜 不过热搜话题 我都想好了 正爽 没有团队 正爽亏钱 正爽 去穿大马女装 正爽人格分裂 怎么样 我们正爽团队的宣发 还不错吧 其实这么多年来了吧 我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想说的也说了 想做的也做了 该表达的也都表达过了 所以我希望今天 参赛的选手们 都可以像我一样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要留遗憾 如果真的输了 记住我一句话 你的成绩我心疼 你的段子不好笑 谢谢大家 我是正爽 再次欢迎正爽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 谢谢 那个也再次欢迎三位 林孝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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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正爽 跟我们分享了一些 遗憾啊什么的 单总你有没有遗憾啊 我遗憾啊 肯定有啊 单总说他以前直过发 你们信这事吗 单总说他以前直过发 后来他剃头发 别人都是剃的 他头发跟扑鹰一样一吹 就没了 我真 怀疗哩 大家好 我是吴昕 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的现场 啊 哎 今天呢 是我们第六期的积分赛了 主题是 爱一个人好男 嗯 我觉得这主题有点针对我 就是 大家也知道啊 我单身也确实很久了 这我妈有时候就问我说 哎 我说吴欣啊 你都三十六了 你咋还不着急呢 不是 我说妈我急啥呀 哎 你看我这条件嘛 这个相貌端庄 工作稳定 那个有房有车 这我有一天去相亲 讲哪个大妈不得问一句啊 我妈说对 哪个大妈不得问一句啊 姑娘你都三十六了 你咋还不着急呢 有时候我妈就总问 我就特别烦 我就想 哎 我拿网上的新闻糊弄她 我说妈你看 我这不是有男朋友吗 我妈说拉倒吧 你那叫做节目 你那叫组CP 哎 你有本事 你给我拎回家一个来我看看 我说妈 我倒是想也没人愿意跟我回来啊 就是我是那种嘛 比较直男性格的女生 我觉得当众告白这个事 特别傻 你就像那个在大楼LED屏上写名呢 然后在飞机上拉个条幅 说我爱你的 这都不是浪漫 那是一种骚扰 这个就感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啊 我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你要是还不答应我 你还是人吗 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有个人 在飞机上挂个条幅说 吴欣我爱你 我不会直接随便地拒绝他的 我也租一个飞机 我就在他旁边飞 上面写着 但是我不爱你啊 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 真的太麻烦了 它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就不再喜欢这个人了 但是你又不能直接说 你说了对方又受不了 所以我一般都选择直接消失 消失太简单了 我就去录快乐大本营啊 你别说塌了 观众都找不着我在哪 所以我就不喜欢谈恋爱 但是我喜欢暗恋 这个暗恋的好处真的太多了 你不仅可以随时喊停 你还可以随时换人 你完全掌握主动权 你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你想喜欢多久 你就喜欢多久 我跟你们说 有时候我都把他甩了 他都不知道 黑他个大傻子 我真的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懂生活 才能更快乐 就像老村长久 我现在没事在家呢 就泡泡脚 养养生 拼拼乐高 然后播出来 观众就会觉得我特别可怜 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 但是我真的很快乐呀 我就是一个很需要个人空间的人 我小的时候跟男朋友一起逛商场 逛着逛着我就觉得 空间不够 商场很大 空间很小 我觉得谈过恋爱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我这种情绪一上来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就直接回家了 我也没跟他说 因为我就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缘总会再相见 听完我上面讲的这些呢 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明白了 为什么我一直单身 但是今天呢 我们现场的另外两位领校员 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尽管他们也知道 爱一个人好难呀 但是他们也只能爱一个人 有请已婚男人李淡于谦老师 这个每一期呢 我们还会有一位特别的嘉宾 今天这位呢 他也姓于 但是他跟于谦老师没什么关系啊 大家不一定见过他的人 但是呢 你们一定听过他的歌 体面 有请体面人 于文文 我们再次有请 李淡于谦老师 越看越体面啊 我们呢 这个是第六期了 我们的比赛呢 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激烈的阶段 到了再有三期就要半决赛了 所以我们 也不要再说很多闲话了 2019年度脱口球演员排行榜呢 现在竞争得非常的激烈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演员 也是目前总榜榜单的第一 非常的厉害 还有很严重的哮喘的毛病啊 不知道好没好 让我们欢迎呼喊 恭喜呼喊成为本场积分赛的报告王 有请呼喊登上冠军宝座 他只上了三次就拿到总榜一一 说实话我挺服气的 谢谢老师 加油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冯提默 我呢一开始是做游戏主播的 但是我游戏技术实在太菜了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唱歌 我觉得我唱得还不错 然后慢慢看我唱歌的人就越来越多 甚至连我的游戏队友都在看我唱歌 然后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 因为适度游戏一脑 沉迷游戏伤身 合理安排时间 享受健康生活 我说我做过老师 也有人不相信 但是我以前真的做过老师 我当时呢是在一所大专 教配音 然后但是我们班上呢 只有两个学生 这么说其实我也挺悲哀的 因为能证明我当过老师的 只有他们俩 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不在场的证据 因为他们经常不来上课 有的时候班上明明只有一个人 但是我点名的时候 却有两个声音 到 到 我就知道了 我这个配音老师教的还可以 但是呢 当我做主播之后 我的粉丝就特别的积极 每天连续夸我十几个小时 主播你太好看了 主播你唱歌真好听 这些我全都相信了 总之呢 粉丝一上线 我的智商就下线了 后来我参加了磨灭唱将 大家都夸我唱得好好听啊 但是他们猜了很久 都没有猜出来是谁 结果懂得我摘了面具之后呢 评委还有现场的观众 也是夸我唱歌唱得很好听 但是有些网友却特别生气 啊 原来是他呀 他是个主播 他不配来参加唱歌节目 当时我就吓到了 猜一个人名没猜中 居然可以这么愤怒吗 所以我就说 我不应该蒙着面来参加 蒙面唱将 所以你们记住咯 以后要是再猜不出来 先看看鞋子 如果看到我这双 15厘米的高跟鞋 不用猜 那就是我 谜底就在鞋底上 我最近呢还开了演唱会呢 网上很多人都说 我只会唱翻唱歌曲 没有资格去开演唱会 没有去的你们啊 都不知道 我当时啊 唱了二十几首原唱歌曲 观众都急了 怎么唱那么多原唱啊 什么时候才喵喵喵啊 然后很多人都说 网红不配当歌手 起点呢我不能选择 我只能选择 继续好好唱歌 那些恶意重伤我的人呢 我知道他们对我 其实有着更高的期待 就是希望有一天 不用在演唱会现场 不用到直播间 在大街小巷 也能听到我唱歌 我之前呢 确实被其他节目给骗过 所以今天呢 我也把你们节目组给骗了 我其实不是来讲脱口秀的 我是来唱歌的 我就是在来唱歌的 是来唱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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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歌手 我跟他们这些歌手 听得起来 你估计得 这个歌手 是去唱歌手 都不不 我估计那些字 都不寡的 这些歌手 可是那些歌手 对我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